欢迎收看《还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在一月就收看的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新冠肺炎将改写人类的历史 疫情牵动的是全球的金融 军事的调度 撼动的是国家的机制跟市场的秩序 甚至世界的强权 都有可能在疫情过后 角色出现变化 所以这段时间 你我每天都在见证历史 所以您每一集都不能错过 我们来为您介绍今天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前立法委员雷倩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平安 文化大学教授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国际情侦专家赖宇倩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过去这三四天 有一个世界大战 每天都有新的剧情发展 我们讲的就是油价 油价从CV号开始 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先是我们看到 美国的页岩油 已经被破开的第一枪 有公司 歪挺宣布他们破产 页岩油破产之后 当然川普就急了 川普在CV1号 跟普丁两个人通了电话 当时就说 接下来会有部长级的磋商 一起美俄要携手 来瞧油价 这个消息一出之后 川普就立刻发了Twitter 说接下来 因为普丁 已经跟沙国的王储MSB 有通话了 有沟通了 接下来他期望的是看到 可以降产1000万桶 甚至最高1500万桶 消息出来以后 哇这油价单日涨了 20%以上啊 创始上最大的单日涨幅 但没有想到柯利姆林公马上就打脸了 说我们还没有跟沙国谈耶 所以这Twitter的庆祝行情只有一天 到了礼拜五又跌下来 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又传出OPEC PLUS 下个礼拜要开会 好像又有一个不错的这个兆头 不过昨天又传出 如果没有准备好不一定会开 你看看 每天都有新的戏剧发展 先问一下倩姐 你怎么看这三四天 一路以来这个非常高低起伏的这些剧情 对我们常说一个东西如果是两个主要的这个对手 那就是这样子拉锯 可是当你有三个主要对手的时候 他就可以是直角三角星 顿角三角星 锐角三角星 变化多了 他的变化就非常多了 前段日子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 普丁出手的成分很高 因为他在他的战略部署里面已经说了 他过去参加OPEC PLUS的时候呢 三年多就多累积超了 超过了一千多亿的这个利润 所以他可以在25到30块 这边可以跟美国陪你玩 然后陪你玩六七年 然后他可以一直在这里陪你玩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的叶油盐产业 它叶油盐产业 它有很重要的一个价格区间 对 48一块 48块一桶油以上 叶油盐油是有竞争力的 在30元以下的时候 叶油盐油就没有竞争力 几乎卖一桶赔一桶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美国要保的就是30到48 这个区间 所以当前段日子开始打油 尤其是我记得永康节目中 有人说5块10块 这个时候 盘中价最低是19了 所以这个叶油这个产业 它立刻就受到影响 那它跟美国的高收益债 又是联动的 那高收益债这边的风险 暂时是隐性拆掉了 因为FED它进场的时候 它说它可以买任何一种的公司债 所以说它不同等级平级的债 它都可以把它买进来 所以这边隐性暂时拆掉 所以就是实体的油价 我们回顾一下 油价其实很长一段日子以来 通通不完全是供需 现在虽然说因为有新冠肺炎 全球的需求减少 可是油价有很长一段日子以来 不是供需 第一次的大战 大家记得在0809年的时候 是从130打到30块 这个中间这么大的差别 绝对不是一个供需 它中间在打到100块以上的时候 是要去发展新能源产业 就是包括像风力 太阳能这种 希望用新能源能够替代传统的石化 那么可是打到130到30这一段的大战 是0809年最后留在哪里 留在大概是100到80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它两边会拉得很长 就是战场化得很大 最后会往中间靠了以后 在0809年打完了以后 有很长一段时候 一直到2015 16年 它都在80到100这个区间动 2015 16年从100打到30 就再打一遍 再往下面 就是叫做downward pressing pressure 就是往下压的压力 因为它原来打到100多 本来就是一个人为的价格讯号 所以它打回来 这一次打完了以后 它留在哪里 留在70到50 那这一次我们在2020年3月开始 忽然之间 就是2019年的12月31号 到3月它的这个 这个断崖式的时候 是从70打到 现在不晓得是30 30左右 可能就是说在这一段 所以它最后我认为 它会跟以前的例子很像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战场 最后会压缩回到30 50中间 也就是美国的夜油盐产业 夜油产业 它可以生存在这个空间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去看未来的 从现在到2021年底的石油期货 它在20多块钱 慢慢慢慢往上涨 我大概看了一下 它最多也就是到了36 37块 所以我上一次跟大家说 我认为这个逐鹿中原的中原 短期的战场是25在30 因为你一定要把从70块往下拉的压力 要拉到够大 那么然后就会有一个回弹的压力材 这边打完了以后 它最后的落点 恐怕还是一个大家可以平衡的 30到50这个距离 那30到50这个距离中间 最大的影响是美国的夜油产业 他们要如何去处理 因为美国从2020 就是21世纪初 它就已经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石油输出国家 已经几乎最大了 那么它在石油输出中间 现在如果说你要跟其他的国家 要求他们减产的时候 别人一定会要求 你也要同样减产 因为价格下修的时候 在你看任何一个comodity 就是任何一个期货 大宗物资都是一样 价格下修的时候 谁偷偷卖的越多的 他就会赚到更多 就大家价格都下修了 你偷卖的那个产量多的 他就会得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价格跟这个 最后的那个行为产量 不可能另外两家 让他一个人等在那里 所以大家会要求美国也减产 所以美国现在讨论 不是说有两个可能的 旧市的计划 一个就是美国要不要开始 用放宽他们的石油运输 可以用外国国籍船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看起来 美国会希望说 好 就算我们不去减产 那我们至少可以跟全世界 也可以去承诺说 我们主要是攻击国内需求 也就是说 我不是以出口为导向 那这样的话 他不减产比较有正当性 刚刚欣妮提到这一点 除了解释了整个市场的 一个运作机制之外 也提到了 在这个timing之下 不减产到最后你赚最多 这当然普丁跟沙国 这个MSP都知道 普丁现在讲 OK 要我减 好 美国你也加入 这应该有一些喊话了 所以请教一下郭委员 你看普丁他在大国博弈 之间所玩的一些 不管是战略也好 他知道他有什么牌 他就打什么招 他对于美国呢 现在医疗物资专机送 维持好的关系 但私底下 他不伤害自己理直的 你要有减产 你也必须要减产 另外呢 他也不得罪沙国王主MSP 他直接就说了 我哥还没有通电话 所以就也直接打脸了窗户 你怎么看他这个两面都在相对讨好吗 还是说他就是照他的计划来玩 不因为全球的有产量 OPEC11国是占了42% 然后Plus就再加14国嘛 那14国大概占22% 所以两个加起来是64 那其他美国就是大头啦 说实在 所以他当然要拉OPEC进来啊 不然他自己力量是不够的啦 我说就俄罗斯来讲 可是美国也看到这个盘 因为OPEC除了沙国之外 其他国家是很弱的 撑不住 所以美国就有点用他的弱兄弟 财政受不了 用这样来做感情勒索啦 所以你再搞 你再搞 因为昨天华尔街日报 写了一篇很强硬的社论 我觉得那个有点代表美国的底线 起说 他讲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你进口国美国的石油也只有占6%啊 我最大的进口国是加拿大 你自己搞清楚你是什么底气啊 那第二个讲得更狠 他说如果不是我们美国保护 你早就是伊朗的一个神 讲到这个程度 华尔街日报啊 社论 而且是昨天看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在配合 包括你也知道川普在前一天 突然讲伊朗说 好像他要打伊拉克 他开始造势了啦 说你打打看我一定全力报复 同样这个时候 会有这种酝酿 我觉得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说 我就让你沙国卷进中东的一场战争 啊 你等着看 看谁是老大 那关于我给你请教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逻辑就是要让 OPP 当老大的沙国跟俄罗斯切断 脱钩啦 因为他知道他跟俄罗斯的矛盾是无解的啦 比如说 欧洲的北溪的那个 油管你没有办法解嘛 我那时候让他无解嘛 所以 他跟俄罗斯矛盾太大了 没有办法谈 可是他就要让你脱钩 让沙烏地阿拉伯的角色变弱 那他怎么样让你变弱 就说 我不怕你啊 我进口量才6% 你算什么啊 那第二个就是 我就给你弄一个 战争的威胁 你看油价涨不涨 直接联想到 美国放话 伊朗要攻击美军基地 其实背后 有这个盘算跟考量 当然是 各位朋友我问一下 如果你去评估一下川普 在 不管是 油战过后或者疫情过后 怎么去 重新看沙国对于 美国来讲好了 他的地缘政治利益 因为有利益的部分 他跟他有军火 那 石油这一部分呢 他不能让步 你怎么评估 毕竟他在中东 我们再回到昨天那篇社论 他有讲说 可是我们还是愿意 你当我们的首要盟友 我中东的首要盟友 就是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 这个 很清楚 因为 一个就是顺尼派的老大 他要对抗伊朗的什叶派 这个是 必然的逻辑 这个没有解 可是 沙烏地阿拉伯就是长期养尊处优太久了 他没有战力 他就是有钱嘛 可是 他的陆战空战 坦白讲过去的履历是不怎么样 他常常要用佣兵 那最大的佣兵就是美国 那更多了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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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说